就是他们害怕说,如果真的取消这个政策的话,可能会有一个新的婴儿潮的浪潮,人口会爆炸,但是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我们对中国人,就是中国的妇女进行了调查,可以支持这一点,就是说在30年之后,一胎化的政策已经变成社会的这个常规了。 那么几乎有非常非常,有三分之一的妇女说他们只想要生一个小孩,其他三分之一的人说他可能会生两个小孩,但是没有太多人说他们想要生三个以上的小孩。 这就是现在中国社会的现态,出生率已经降低了,就是一胎化政策如果取消的话,是不会出现这种人口浪潮的问题。 我想比如说在上海这样的城市,政府已经开始,在过去几个月当中已经取消了这个政策,我想中国在未来会继续走这样的方向,但是中国政府还是有些犹豫。 那么第三名这个打电话进来的观众,他所说的有关在建立一个社会安全网的时候是非常昂贵的,的确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但是我们的计算呢,告诉我们政府可以付所有的老龄化人口,给他们的这个养老金呢,是可以保证他们有维持最基本的生活。 大概是利用GDP的2%就可以做到,这是很大的一笔钱,但是中国的经济呢,他们的增长率一直是维持在几乎10%,所以必须要做到这一点,而且应该是用政府的这个税收来付的,而不是用人民的这个收入来付的。 那么在这个最基本的底线之上呢,就是这个基本的底线是大家都会收到的。 除此之外呢,我们相信这个基本的养老制度应该要朝向一种真正的储蓄的制度来发展, 就是他们得到的这些贡献呢,应该要拿去做一些投资,把这个基础可以越升越大。 那么这个制度呢,应该是要用政府来监管的,然后要有一个储蓄的这个制度来管理。 那么我第二个这个打电话没有听清楚。 对,第二个听众呢是来自农村的,他是辽宁的于先生,他讲就是说,他们老两口就60多岁了,还要在田里干活, 自己的孩子,他们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孩子去抚养,没有力量来这个提供他们的养老, 所以他们年龄已经渐渐的大了,还要继续劳动,来自己养自己,这是农村的这个养老的这个现在存在的问题。 不过我们先接些电话,好吧。 好,林先生。 主持人好,家编好。 你好,请讲。 你好,目前呢,在中国的养老保险呢,它分好几种, 你像公务员不用交社保,国企呢和集体企呢,有单位给交一少部分,后来下岗之后就不给交了,你就自个儿掏要包。 另外呢,城市居民,你像一些高中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啊, 他们现在已经,也是80年代的高中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现在已经, 已经也接近40多岁了,他们呢,这一大批城市居民呢,就没有养老保险, 因为这些居民呢,就是啥呢,没有工作单位, 没工作单位呢,就没有答案,没答案呢, 你就退休呢,就要延长,你像女性退休, 有单位的就50周岁,没有这些答案的这些城市居民退休呢, 就要55周岁,男性呢,就要等到60周岁, 这样一来,你就很不公平。 另外啊,我想请问一下,美国的社会保险制度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另外呢,美国的社会保险,是不是也分这些个等级? 好,谢谢嘉宾和主持人。 好,谢谢你,吉林的林先生,那么这个问题比较具体, 我想请您先做一个简短的回答,好吧? 好的,首先呢,美国,我们的确是有不一样的,就是制度, 公务员有不一样的制度,是付的钱是付的更多, 但是我认为这不太公平。 我认为政府的这个养老金制度应该是对于所有的人口都是公平的, 不应该对某些人特别好。 但是,事实确是如此,而且在很多国家,几乎所有国家都是如此的, 就是说公务员拿到的政府的这个养老金都是比较优渥的。 那么,中国呢,应该要建立一个国家的这个养老制度, 应该没有,不应该包括这些不同的待遇。 但是呢,美国还有欧洲花了一百年的时间才走到今天这一步。 那么,中国的挑战就是人口的浪潮起来得如此的快速, 因为他们的出生率降低得太快, 所以他们没有时间来做制度上面的改革。 那么,中国已经在经济的发展上面采取了非常多非常成功的这个项目, 还有生产率啊,还有提高生活质量啊,都有非常惊人的进步。 但是现在呢,应该要把重点放在社会的这个制度之上。 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中国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有的时间是更少的, 所以我们才希望用这个报告引起大家的注意。 好,我们继续接听众观众电话。 湖南的张先生,网络观众,张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那个志远和来宾呢, 我认为中国要解决这个社会老龄化的问题呢, 在镇上应该更建立更民主的制度, 让民间成立更多的非政府组织, 来解决这个老人的社会问题。 好的,观点说完了,谢谢。 好,谢谢你湖南的张先生。 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天津的周先生。 天津周先生,你好,请讲。 那个,志远,你好。 你好。 我向专家提两个问题啊。 请说。 一个问题就是老龄, 这个从哪个年龄算老龄? 这个国家不同, 这个老龄的这个界限同不同?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这个人活到八九十岁了, 我感觉到都没有什么意义了。 哪个国家有没有规定安乐死? 我愿意死了,行不行? 谢谢专家啊。 好,谢谢你天津的周先生, 电视观众周先生提供, 谢谢你,再见。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接一个广西的周先生。 你好,我不同意前面那个讲的话, 八九十岁的话, 就活得没有意思。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中国的养老医疗的话, 都是在那个一党的统治之下, 然后它有着很多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的话就是, 它基本上能保持, 这种少数的公务结层得到稳定, 然后这不确定性的话, 这前景造成了很不乐观, 所以很多福建人都通过人手投资去国外, 很多人移民到国外去。 我想的话, 我觉得你说, 单纯的从国家医疗来讲, 养老医疗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因为它不是纯粹一个国家。 好,谢谢你,广西的周先生。 那么以上的湖南的张先生, 天津周先生和广西的周先生, 各自都发表了不同的看法。 那么对于这个, 就是说他们提出的问题, 您能不能做个简单的回答? 我会尽力, 这个退休的年龄, 当然每个国家是不一样的。 通常呢, 传统上来说呢, 老龄化人口说是60岁以上的, 选择60岁并不是说, 我们来说是怎么办? 我们每一个人的街上, 他们去看法定的, 我们来说这个问题的, 我们来说是哪一样的地方.